接棒基隆 延續光榮 蔡世音 公帥 蔡世音 公帥 立法院長尤錫坤特別前來基隆開獎 並受贊旗給蔡世音基隆宜蘭同鄉會後援會代表 與蔡世音在立法院同事多年 尤錫坤盛讚蔡世音是接棒林佑昌 延續基隆光榮的最佳人選 我到立法院兩年多 就近觀察 覺得 蔡世音真是非常優秀 他不斷地求上進 那拿到12次的優秀立委 就是說公督母的評比 他拿到12次的優秀立委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不斷地親近自己 他在立法院 他也曾經擔任過國防外交召集委員 在國防這方面他是非常在行 那在立法院表現非常的好 那我是覺得第一名的立委 就一定能夠做好市長 就是說第一名的立委一定能做 變成第一名的市長 所以我認為 我很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他 讓他有機會為基隆市來服務 蔡世音強調 游錫坤在行政院長任內 決定基隆核整 自己圓山子分紅計畫 解決戲子與基隆的水患問題 更督促台鐵增設山坑站及百福站 幫助基隆市民通勤需求 對基隆市有很大的貢獻 尤錫坤還是他的證婚人 因此對這位民主前輩的推薦 他會更加努力服務基隆市民 連續多年被評為五星市長 帶領桃園市脫胎換骨的鄭文燦市長 也來陪蔡世音進行車隊掃接 除了肯定蔡世音是基隆市長不二人選外 對於蔡世音提出的每個月1200元首都通政策 鄭文燦也大力支持 比較於捷運的建設 鐵路的建設 這個預算是很值得的 因為可以發展綠色交通 減少碳排 也降低噪音 我想這個部分 可以讓我們北北基陶的首都圈 更方便更連結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前瞻性的提議 那所以我個人的立場是 這個1280在雙北實施 沒有辦法適用到這個桃園跟基隆 那1200包括國道客運加上台鐵 再加U-Bike 我覺得完整性是夠了 那交通部也表明說要補助部分預算 我認為這個預算花的值得 所以我支持蔡世音 也支持其他三位候選人 推出首都圈的月票政策 對於五星市長的立挺 蔡世音表示 將效法鄭文燦市長的施政績效 做基隆市民的靠山 帶領基隆市繼續前進 絕對不走回頭路 鄭文燦鄭市長是五星級的市長 他也打造了一個桃園進步跟桃園的奇蹟 那跟基隆市又常市長一樣 那這一次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湊巧 我跟鄭運鵬都是湊到三號 那我們兩位都是黨團的幹部 那我們兩位在基北北桃共同生活圈裡面 也提出如同剛才市長提到的 1200首都通的月票政策 所以我相信我們這樣的一個連線參選 會讓我們首都圈的好朋友 會知道說我們是有想法 有目標有願景 能夠打造首都通的城市的交通往來 那所以非常感謝今天文燦市長 特別來到基隆來幫忙適應 那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讓基北北桃生活圈更加的融合在一起 讓基北北桃一起往前進 接棒基隆延續光榮 記者張其潘金融報導 接棒基隆延續光榮 接棒基隆延續光榮